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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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周围的朋友也都是女孩子比较多 还有你朋友说的一点 就是即使你看到好的 如果对方不表示 你也不会动 对 这是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弱点 其实我多说两句 就是因为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其实从来没想到 我要用其他的方式来推销我自己 说我怎么这么大了 还没嫁出去 在我年纪小的时候 我根本是不觉得的 而且其实说坦白来讲 我现在也不觉得 因为我心里年龄一直22岁 我倒是想说说 因为我比你年长几岁 很多这种不着急不着急 这一晃就到356了 到那个时候就真着急了 真的是这样 32跟我年纪一样 我们是同岁的倒是 我觉得应该跟我差不多就好 之前有谈过恋爱吧 对 有谈过 你刚才说这一年的时间 长胖了20斤 跟之前的情感经历有关吗 也不能说全部有关 但是还是有关系的 我是真的是上一段恋爱结束之后 才开始这么胖的 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看我这个形象了 然后我就放得开吃了 我们一块老约会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我老觉得我没吃饱 我真的是觉得我没吃饱 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呢 就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吃饭 或者他朋友的圈子的人 就可能你谈话的内容啊 就把吃饭这件事情 淡化 对对对 那我听你讲的谈话 我会觉得你跟原来的这位男朋友在一块的时候 包括他的一些朋友在 其实你会多少有一些压力 是的 大家谈朋友应该是挺放松的状态 对 所以这个其实会导致我将来的 责偶标准会稍有一点变化 就是我当时也是比较被动 他追的我 然后追了很长时间 然后呢年纪也比我稍长 社会地位可能要比我要高很多 所以呢就是可能我自己比较刻意的 想要跟他 明白 就到一个层次去 所以其实这是约束我的一个地方 虽然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组合 但是根本还是两个人要过日子嘛 所以还是主要是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合得来 两个人相处了几年呀 没有多长时间 那为什么分手呢 还是有各方面的不合适 然后主要是父母也不同意 因为年纪稍稍偏大了一点 你的父母不同意 我的父母不同意 我的父母坚决反对 哦 因为他比你大 对 对 就是我父母是想让我找一个 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后来 一定要找跟我年纪相当 然后呢教育背景 社会阶层 还有将来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就是古人家的门当户队 我是希望将来要找一个门当户队的 就我不想找一个特别高层次的 我也不想找一个比我伤手低的那种 我都不想 我就想找一个跟我差不多的 所有背景都是相似的 这一类的男士 因为你可能这样相处起来 你会发现更长久 他是比较看着门当户队 我觉得这个门当户队出来 家庭出来的孩子也不一定两人观念 价值观 幸福观会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门当户队有这一点 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我觉得就像他所说的 就是相当化两个人在一起 可能会更加长久一些 我当然是因我爸妈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我爸妈的眼光 至少还是 他是从真心希望为我考虑来讲的 所以我是采纳的 也没有太多遗憾 就是导致我的择偶标准 真的是变了 因为我原来的择偶标准 是特别不现实的 就是每个人都年轻过 年轻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想象 但现在是有了新的想法 年龄相当 学历相当 两个人共同奋斗 那个年龄段 实际上你应该是一个择偶的年龄 他还不太像谈恋爱了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应该 到了这种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你并不觉得和这个人 可能将来能走到一起 可能更多的是 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安全感不够 同时可能你也没有勇气 真的说进一步地 拉近我们的距离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那很多女孩就会这样地表达 就是那段恋爱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 对这段感情的一个 我们说它一个反思 因为你自己像一个小孩子 其实你还是想找一个玩伴 他俩是因为不合吧 还有家里不是很同意 然后脾气不是很合 性格不合可能是这样 因为他前男友比他年纪大好多 我其实谈那个男友之前 我真的没有谈过恋爱 就是各种暗恋啊 或者别人暗恋我都是有的 但是真的没有谈过恋爱 就是我的思想一直是那种 比较被动 我喜欢他 他也不知道 他喜欢我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头脑比较简单 就是从来没有 察言观色就是 对于男生那种 两个人来电的那种 我永远接不到 那在你印象里 你会对哪一个 曾经错过的这个人 印象比较深吗 错过的 上学期间有一个 有一个男生 他跟我 就是我毕业了一年多了 然后跟我表白说 他曾经追了我一年半 追了你一年半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那会觉得 他跟我一块出去玩啊 什么的都有别的同学 然后我都觉得 他是在刻意地追我 但是他跟我讲 他追了我一年半 然后看我没有任何表示 后来就转追了我 我就不讲了 因为后来 他讲比你 不不不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 他们看到了 看不到 我希望就看不到了 就是 我转追了我一同学 后来结婚了 对对对 就是 但是那个男生 当时如果追我的 我肯定会接受的 因为我 我当时对他挺有好感的 我觉得比方说 一个某一个人 对谁有好感觉 通过一些眼神和动作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起完他都不知道 那怎么可能呢 你也没有感觉到吗 肯定他又感觉到 这就举个例子 其实我后面好多 都是这样的 就是在当时 我觉得对方也挺好的 但是呢 对方也觉得我挺好 后来告诉我 但是当时他也没有讲 都是等到了 大家各自都释然了的时候 发现 你知道你当时 我特想追你 然后觉得你 你肯定看不上我 我也没行动 就是说一定要勇于出击 就撑死胆大的 恶死胆小子 这不表白 这谁能明白 我跟陆畅刚好相反 我上学的时候 反正 我老觉得别人 对我有意思 我不管人家有意思 假有意思 反正我就觉得别人 对我有意思 结果闹到最后 还真的对我有意思 人就特别的多 其实可能还是一种状态 就是我开放的 迎接着的这种状态 还是我是把自个儿 封闭起来的这种状态 今天这个节目 我觉得到不妨 跟很多认识陆畅的 或者想认识陆畅的朋友 来说了 如果对陆畅有好感 不妨直接说出来 拒绝不拒绝 那是后面的 对 不要对我采取 任何暧昧的各种主动 我感受不到 他只能说明 他可能 就是对这方面 不是很敏感 这样的人可真不傻 越来越多 是的 因为大家对于情感 有的时候就不太原主动 女孩子这样吧 现在好多男孩子也是这种 你比如说追你的那个男孩 后来他跟你说了 对 可是当时为什么不表达 他以为他那种方式 你能够明白 对对对 我们现在经常说 懂我 对对对 我找一个懂我的 这女孩懂我了 你看我请她出去玩去了 那就是怎么怎么着 我女儿也有这问题 往往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对 就觉得大家在一起玩 因为现在这个性别的差异 越来越小 咱们的哥们 还真没有哥们 我真没有哥们 到了这个年龄段 不能有那么多的闺蜜和死党 我太多了 闺蜜和死党 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孤独 对 不孤独有的是好朋友 咱们拆了他啥 对 那这时候呢 可能你就没有那种紧迫感 对 说哎呀不行 我一定要找个爸 我就有个家 那可能你自己觉得 我们也挺好啊 我要出去玩有人陪 我要看电影有人去 那你可能就真的不着急了 反正这一点 这一点是很有感觉的 能体会得到 一定要学我的一个同学 我的同学在一个月之前 刚刚有了 是我最好的一个男同学 我们小学初中同学 幼儿园 你们一路上上来 对我们一路上上来 就是特别好 我唯一的一个男闺蜜 就是她 她刚刚生了孩子 刚刚当爸爸 但是她追她老婆的时候 她们中午认识到 晚上吃饭的时候 她就表白了 就说你做我女朋友 对对对 然后两个人相处起来 然后就结婚了 感情特别好 我当时问她 问我这个男同学 我说 你都没有了解这个女孩子 你为什么要那么早 就跟她说 对啊 我说万一你可能这个女孩子 闻蜜儿 某些地方不太适合你 怎么办 她说不 她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 就没有那种拖延的过程了 觉得这个人和我演员 我就要去追 先放到我碗里 然后去去看 觉得还不错 那就是我的菜了对吧 对我同意 我同意 男哥你说的特别就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保持朋友状态 比如我跟马剑老师 我们俩是好朋友 那他在情感世界里边 会呈现什么样子 那压根是俩人 完全不一样 对 就像我们家先生 在外面都弄得还挺威武的老大似的那感觉 在我面前也跟个男孩似的 这你弄不明白 所以你也弄到身边来先试试 对 你哪知道是好货还是次货 对 对 反正我刚才说了 我主要现在还没有跟他接触过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感觉 主要还是看 那个 两个人接触之后那种 有没有演员吧 在这我联系一下我们的嘉宾士 这样性格的女圈你们喜欢吗 还好 一号你嘉宾给人感觉 确实是那种比较大方 端庄端庄那个秀丽那种 应该感觉 你喜欢这种活泼的性格吗 不是 不喜欢特别活泼的 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是 因为我自己偏内敛一些吧 不是完全的就是说 偏内敛 对对 然后熟人的 如果比较熟的人面前的话 有些时候还比较放开 然后大部分的情况 可能还是偏收着点 所以你是相对来说 喜欢稍微有点内敛的女孩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是的 我问问二号男嘉宾 你好 您呢 我觉得一号女嘉宾 给我感觉挺稳重 挺大方的 而且挺成熟的 喜欢这种开朗的性格吗 性格是挺挺好 但是我觉得也不容易 太过于的开朗 都 因为我自己的性格 就不是那么开朗 性格相对 因为我自己 还是相当有一些内敛的 我真的怕别人问我这问题 因为我觉得真的说不好 两位男嘉宾啊 都说自己的性格 是稍微有点内敛的 因为你刚才说在IBM 对 爱你行业会不会你接触的很多男生 因为是理工科的多嘛 对 你会对他们大概的一个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有相处比较好的同事 他们好多就是学历啊 背景都特别好 好多博士啊什么的 其实一直在单身 我跟他们沟通或者是 就是交流之后的结果就是 他们很有内秀 内在很有东西 就这个男生 你第一眼看起来特别不起眼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人 可能也不爱捞翅 然后形象也就那样 然后可能说话呢 也不太会冲着迎合你去说 然后也没有花音巧语 但是你跟他接触久了 你会发现他身上的魅力特别多 就他什么都懂 好多我们公司的男同事看起来 就是摆在路上可能就是路人 但是你如果跟他深聊起来 他脑子里很有东西 但我想问一下懂女人心吗 不太懂 真的不太懂 我有一个处得比较好的一个男同事 他追他女朋友的时候就来问我 他因为年纪比我小一点 就跟我说 说你看我怎么跟他约会呀 我挺喜欢他的 你说我送给他礼物 是要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 还是我在什么时间去送 他完全掌控不了这种节奏 你确定你这些优秀的男同事里边 没有人对你有意思 是你没接收到信号吗 我觉得应该是 你回去再筛一筛吧 你回去稍微感受一下 对对对对 你们有没有女性的哥们之类的 就是关系特别好的那种闺蜜似的 有朋友没有闺蜜也没有哥们 我觉得很难做到这些 其实这样的 我们IBM就是为员工还是考虑很多的 我们有本身有Club 就是我们叫 我是2013年IBMClub的成员 然后呢我们还有单独的各个分别的 就是比较专业的俱乐部 比如说舞蹈啊 比如说各类运动的 其中就有个单身俱乐部 我今天有幸来到这儿 也是因为我们单身俱乐部的邀请 才来到这儿 就是为了大家 就是各自埋头苦干的 那个兄弟姐妹们 这个生活问题 别光顾着事业 其实这个家庭生活更重要 对对对对 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口号 叫工作生活的一个balance 你要怎么能平衡你工作和家庭的东西 这个时间或者是所有你的安排 其实这挺重要的 但是我就希望我的同事们 如果能看到这期节目 比如我年纪小的 妹妹们 赶快开始行动 因为90后的女生们 都已经开始上各种相亲活动 来找男朋友了 有压力 对对对 那你会考虑找人家小很多的女士吗 我上一个女朋友比我小很多 其实我今天啊 我可能发挥不太好 但是我还是要唱一首歌 因为我觉得那个歌曲比较应景 也不是我太擅长的 但是我还是想唱出来 歌名叫我只在乎你 我能讲一下吗 就是我只在乎你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一个男孩选择一个女孩 或者女孩选择一个男孩 可能都不是你心中的百分之百完美的人 但是你一定要做到 就是你在他心中 我只在乎你这一个人 这个我觉得是每个人 都被需要的这种感觉 我希望我将来能有一个男生 能对我是这样子的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十分要珍惜 我是这样子 我是一个只是说 不是那种偏内向 也不是偏外向 就是我比较中性的 就是外表看起来很 就是我只能说很大方 但不是说特别外向的一个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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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从流去我只在乎你 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 我觉得可以淘写情操 可以调节氛围嘛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那刚才呢 我们也跟两位男嘉宾 做了一个联系啊 都说自己有点内敛型的 就是我在想 年轻人的内敛 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 一号男嘉宾张仁健 32岁未婚山东人 某投资公司职员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硕士毕业 选择语录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哦 深通人啊 哦 烟台我去过 海边 对对对 是上大学的时候 就来到北京了吗 呃 我是研究生在北京做的 其实我觉得男生最重要的 还是性格跟那个 就是平性 嗯 然后 其他的 我没有说特别关注 但是我因为我个儿比较矮 我希望找一男生身高 一米七以上的 是做什么方面投资 我们是算投行吧 实业投资 投行 项目投资最快 那应该是接触也会接触人很多呀 经常要出差呀 什么 对对对 我们就是出差会比较多 然后一个月平约有两个三次 会要出差 那有一半的时间是要出差是吗 嗯 但我们都是短差 一般每次去的话 出去就是两个三天 嗯 不是时间太长了 你觉得他是你可选的吗 这个人 嗯 是 消磨了吗 这个单向选择是没有用的 我听说今天你来的时候 有个小遗憾 然后本来是想带家里的一个宝贝来 啊 结果我就进不来 啊 对对 我是子女双全的 子女双全 对 必须得解释一下 要不然我们眼珠都掉地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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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胖胖的圆圆的 说你太瘦了 对 还好吧 他们可能说的是特别瘦 我以为你是特别瘦的那种男生的 看上去还行 对 看上去还行 所以他可能这点对我的这个 估计还是有一点误差 打击你了 对 如果要特别瘦的男生 我是真的不喜欢的 我喜欢身材正常的 就不胖不瘦吧 正常的就好啊 是适中的身材 对啊 胃胖也能接受 瘦的呢 太瘦了不行啊 我觉得 只要别太胖就行 我叫王欣 然后今年30岁和辈人也是未婚 基本就是这样 我叫施爱丽 我今天刚33岁 今天生日 对 今天生日 对 我今天生日 你带头唱个生日快乐歌吧 好吗 好不好呀 给庆祝一下 你会不会感动的流泪啊 欣 我如果真的跟你唱的话 不会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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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丽子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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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那个这么 来来 这我们是知心闺蜜 真是 你看他这里里下的亲户团 哪个比较有艳员呢 刚才那个穿那个紫色衣服那个女号 几位老师都在认真的观察啊 跟我自信问行 我是希望能分析一下什么人能适合我 就帮我定位一下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混沌的 我觉得就是这一号女嘉宾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好一种准备出格的状态 就是真的你还没有做好准备结婚的状态 但是你直接就把自己做到了一个这个人力资源分析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从对他的言谈举止啊性格啊给了一个全面的飞行 其实这本身是一种自我情感的保护 把自己就和这个他的有可能会有的私人情感关系一下就拉开了 就变成了你是一面试官或者是你是一个领导一个组长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其实就能特别能感觉到就是好像你还没有真的准备去 哎呀我迫切的想找一个哪怕是半盘菜也赶紧先滑了到我饭碗里来 还没有真的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没那么渴望出价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既然不是那么渴望出价 那什么样的男人即便是你真的那盘菜在你面前 恐怕你也会把它给屏蔽掉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要拆散他们 一个是一个甭管谁有喜欢的走一个剩下俩俩就开始嫉妒人家了 然后再走一个剩下谁那里边人哭了 有时候这种单身闺蜜太多了不着急 而且大家会打击你 这样的男人你都要 什么什么当然不是你啊 就是大家会这样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条件 你应该找比他条件更好的 我觉得你自身非常好 因为他对你了解 知道你的爱好 但是他对那个人的了解未必到位 单身的闺蜜是属于那个敲破罗的 我觉得你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能会本能的把有一些对你有意思的男孩子就给推远了 就是你显得太聪明了 聪明外露 其实你刚才分析的那些都对 那你有必要给他说出来吗 我觉得女人真的得聪明 但得内秀 得把这些东西搁在心里边 然后拿这标准去暗暗的去观察去衡量 但是你不能让他知道你原来你这么聪明 因为男人面对聪明的女孩都有点担心 怕忽不住 所以你下次你就即便看出来了 你千万别说出来 他这三个女孩我觉得性格都挺外向的 都看上挺外向的 非常感谢陆畅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对一号男嘉宾挺好的 整体感觉挺好的 但是 但是我 其实我对他这么喜欢养狗 还是 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赞同 其实养狗狗 包括这一条 这个对你很重要的狗 是跟前女友一起 嗯 你们两个那时候谈了多久啊 两年半 她是哪人呢 北京 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 为什么分手吗 到结婚的阶段了 嗯 然后可能最后还是大家考虑一下 不太适合结婚 嗯 然后后来就想 那就 床头不是短痛吧 然后就还是分开吧 嗯 是你比较想结婚 其实原因是也挺简 因为他比我小很多 嗯 小小不少 然后可能结婚 现在对他来说 还比较早 嗯 然后我这边呢 因为我爸妈 就比较着急嘛 然后 所以就催促 然后我觉得 可能还是不太适合 在这个时候 结婚 对他来说 所以就 我们觉得 分开了 对 那你希望女友是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种 比较 首先从自己内心 是有想成家这种 这种想法 和想 这种愿望 像刚才说的 他这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 想找什么样的男人 想想想想想想 将来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 我我能接受比我大 但不要大一岁两岁都可以 因为大这个因为这个 因为我觉得是80 我是81年的嘛 嗯 79后到8183之前 大家其实从小时候的教育 还有生长环境 其实差不多的 因为我对他了解 就定印象啊 看一看他那个 在上头的表情 我觉得总体印象还行 就是给个 87分吧 你对另外的这一半 对他的一个什么工作状态 或者未来的生活状态 有没有设想 我觉得有有个稳定工作就好吧 嗯 然后或者是将来自己职业上 那个有有 反正是有个稳定的职业 然后 要求没有多高 不希望将来他一定要多大发展 多那个 万一找的这个女孩 将来或是可能你们认识后 没多久 他就是一个挺事业性的 然后发展的还不错 甚至可能比你还还好 之前有交过这样的女朋友 嗯 也是要行的 然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只能是两个人去协调吧 我自认我自己还是偏事业一点 我不是完全那种事业性 就是那种大男子主 就天天教事业 不要价钱那种 但是偏重多一些 而且在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我 这个年龄段 然后做这个行业投行 这个35岁之前 30岁段是最忙的 嗯 然后项目最多 就可能在 对家里头 你要照顾时间可能 会想 经历 肯定要放在 要做更多的话 在工作上 因为是个关键的时候 嗯 可能是希望这样子找 大家都能兼顾吧 嗯 如果对方也是事业很 也是他有自己工作 有自己事业发展 如何前途 那也不能说是因为 我来牺牲掉 牺牲掉他的 那个将来的工作 所以说只能大家去 权衡一下 我还是希望 喜欢比我大的 就希望他成熟一些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他心理上 年龄比较成熟 如果又真的很爱我的话 然后各方面 就都很适合的话 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我再做一个假设 比方说两个人结婚了 可能准备要孩子了 呃 我们都知道 其实现在很多医生的建议是说 如果怀孕期间是不要养宠妇的 对 嗯 这个问题 已经我爸妈 我们就已经在家里讨论过了 哈哈哈哈 他连这些话题都讨论 他们肯定知道我养 明天我也带他们回去忙忙 跟我妈妈 肯定会说这个问题 让我将来 那个 你是结婚 然后你要生小孩 你不还得处理掉 感觉我就是完全不需要 因为我身边就很多实力 我我我家邻居就是小两口两 嗯 那个 他也养的一只 而且他养的中型犬 到现在孩子都已经好大了 也没事 没事 狗狗就在身边带着 关键不是说 你那个例子 而是说你的另外一半 嗯 他能不能接受 好 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 如果他觉得他的身边有的例子 都不是你这种例子 都是一个负面的例子 嗯 他也给你举出来了12345 有 其实你的父母之所以担心 就是大部分的人 他会说 那你你你你找女朋友 人家不喜欢狗呢 或者人家对这个过敏怎么办 你还谈不谈 嗯 然后我觉得我的想法是 嗯 特别讨厌宠物的这种女孩 可能我们也在其他情绪上 不会接触 对 所以我还真的问问我们今天到场的 这个其他的女嘉宾 对这个小狗的一个态度啊 我们连线一下女嘉宾是 2号和3号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们对于猫猫狗狗 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你们的一个看法 你们会养吗 或是你们会不会害怕呢 哦 我特别喜欢狗 哎呀 你是 12号女嘉宾 3号女嘉宾 3号女嘉宾 2号 2号女嘉宾 哦 特别喜欢养过吗 小时候家里养过 现在自己没有养 现在没有养 对 假设一下子让你多了两个小狗 你会照顾吗 当然会啊 我喜欢小狗 接下来我就把2号女嘉宾请到现场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一下2号女嘉宾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李美秀 我来自IDM 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我今年27岁 我平时生活中我喜欢跳舞唱歌 看书旅游 然后我现在是我们公司舞蹈队的负责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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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发现你现在带着牙套呢 对 什么时候开始带的呀 我带了好久了 我是11年 11年6月份就开始带的 带了就有三年了是吧 对快三年了 听一下还好吧 相对没有1号女嘉宾那么开朗 我看了一下你的年龄27岁 现在的工作是软件工程师 你能认识吗 陆畅 我们也是最近刚认识的 原来都不认识 因为IBM太大了 太多了 那你就负责哪一块这个软件 我现在是做软件测试 就我没有具体去做编程做开发 这个我觉得我也做不来 做测试的话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细心的一个人 然后也我特别喜欢去找问题 他说他27岁感觉真的挺 确实也第一个感觉就是挺成熟挺稳重 大多数女孩子可能就是偏稳 有文科一些 我也有文科的一面 我写文章什么的还不错 但我高中的时候 我的历史地理实在是很差 但我理科反而挺好的 因为他需要 就是理性思维的理科 对 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还行 然后就是反正选择理科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决定 然后对计算机的话 其实我对这个行业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这个主要是听从那个指导老师 还有那个家长的意见 我的经历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有优势的 因为自己在军营这么多年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责任感这一点 非常非常强 今天都是IBM专场 其实我们公司跟IBM合作了好久 就是搞这个活动 他们的club合作好合作 我今天在下面我还担心 是不是有认识人上 我们公司的工会 还有包括IBM 经常会搞这种联谊活动 我经常也参加过 那今天这个目前见到两位你都不认识 因为他们自己都不认识 你们福建那边我去过好几次 他们那边喜欢吃甜的东西 但甜的东西我是接受不了的 我小时候从小就不爱吃甜食 你27岁之前说是毕业 然后又参加工作的话 应该是户口就会随着单位 就落在北京了对吗 对户口是在北京 那你对这个比方说 另外的一方 会不会就是希望他也是这样相似的情况 我对另外一般的要求 我说的很简单 我的要求其实就是 我觉得找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户口我自己有 然后其他的东西 很多东西 就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 真的是彼此喜欢彼此欣赏 很多其他又合得来 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我觉得有些东西 还是要通过自己奋斗或者 对你才能珍惜 只有自己能让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 你跟他过那种日子 你也没安全感 说实话 你给姜天生打多少分啊 我刚刚在观察室的时候 打的是那个87分 我不知道这边是95分开始起 没有没有 后来你听到现场的分数之后 你有改变吗 重点是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87分已经 所以我觉得我对张先生的印象很好 就我不是属于那种 会对一个男生一见钟情 或者是说就一见到就觉得特好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深入接触了解 我只是觉得他具备一个基本的好男人的品质 就是他养狗 这件事情真的说明他很有爱心 很有责任性 那现在还不能决定打多少分吧 刚才说87分的时候 我自个儿在心里就说了 其实这女孩她有一个错觉 她是90分是满分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90分是什么 是一个第一印象分是满分 她留那10分是留着以后 一个日常技术师 加分吧 对 还是加分部分 所以你千万别以为87分就是一个过低的评价 对于她来说已经很接近满分了 可能我觉得她应该属于那种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反正 就感觉 感觉比这个两个女孩要好一些 我来出一个小测试题 了解一下对方平常生活中一些处事的一些习惯 来 我们看一下 有百百合 牵牛花 小雏菊 玫瑰和牡丹 来挑选你们最喜欢的一个花的类型 先上先来 我选 选母丹吧 女婿呢 我喜欢小厨菊 这样选的理由 百花之王嘛 然后 貌似不争 无人能语之争 就是说 我只要在那里就可以了 我就 你只要看到我 就能看到我的好处 我的最美的地方 小黎为什么选厨菊 其实挺简单的 我没想那么多寓意什么的 我就觉得 哎 满天的 就是 就是 我 漫山遍野的那种 对 我很喜欢那样的场景 我很喜欢自然风景 然后就是 经常路边我看到那个 就我 花花草草 我都挺喜欢 但我就觉得 这样子 漫山遍野的这种 会比 虽然很不起眼 但是 就给人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 就是特别赏心悦目 心旷神意的那种 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 就小厨菊 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而且菊花 你要说起意义 菊花本身也是就是 顽强的 对 奈寒的 这样的一个象征 对 它的这个小厨菊 其实 刚才说 陆畅 有点拧 这个 张先生有点拧 其实真正的宁肿戴战 对 其实 它的那种 对于 很专门 对 这种 我 为什么 其实 为什么 我 说 他 我 想 他 说 他 我 他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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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在有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上 就可能我觉得有些亲密的举动 可能会有点过早 然后他就是 其实最大的争端是在这边 他希望就是你们进一步发展 对 但是你拒绝你不愿意 你觉得不到实际未到 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导火索 然后让我觉得他其实不是 就是不是很爱我 他希望对你表示进一步的一个 就是好感 你认为他不够爱你 我就没太听明白 我乍着胆猜一猜 可能是这个男孩子 想跟小李有进一步的 亲密的肢体的行为 这个是小李所不能接受的 是吗小李 是 是这样的是吧 是我说的那个是 是那样的对吧 是 这真的是男女 在交往当中的一个误读 男人要想表达这种爱 就是我得占有他 我得弄过来 因为他是亲类型的 他把这东西给属于我了 就跟 就要打一个不太恰当的地方 可以吗 你懂吗 他感觉 就是 就像小狗 他要是圈地盘的时候 那个行为 对吧 那个通常是就是 他得在那儿去留一个印记 在这个状态 他就是一种爱的一种 他只有一种占有感 而女孩真的觉得 你要是爱我呢 你就得尊重我 就得呵护我 保护我 因为我一直都是 爸爸妈妈的小公主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 我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小 一个宝贝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 如果你没有去 像我保护我自己那样的去保护我 那就证明你不够爱我 你爱的只是你自己的欲望 可能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错位 其实我是觉得 小黎这样做是对的 对自我来讲 我感觉我们的关系 真的没有到那个程度 是吧 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 比方说 比方马老师 他真的想追求小黎 举个例子 他一定会觉得 那现在可能你还不够安全 他愿意去等待 是这样吧 那个我就跟你说一个 我的例子 谈恋爱了 这春节呢 要带女友回家嘛 让老人放心 我愿意我们的态度是 带着走是可以 领结婚证 对 所以我就领了结婚证 然后就带走了 同样这个话题呢 也要传领给电视机前的 这些单身朋友们 如果你要爱他 你觉得到这步了 那么您就去领了结婚证 否则的话 您说现在这个事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男女平等 可是您家是两个姑娘 我家是两个女孩 我们就想 这个吃亏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 因为女孩子会受的 因为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分手 一个分离 女孩子会更痛一些 作为一个男士 最起码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大度大气 就是多理解 多包容别人 这样觉得很重要 这也是我在工作中 也是这么做的 就我们在这看小黎 觉得她好像这个每天的工作 是面对很多的数字啊 什么软件啊 但其实小黎 还是这个IPM 这个舞蹈社团的负责人 对吗 对 因为今天说 待会可能要 几点钟要离开 对吗 对 因为我们晚上有一个 就是舞蹈队的排练 我必须在场 所以我可能需要提早一点离开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跳舞的 这个就跟我一说出这个来 大家就觉得 真的要开跳舞 我跳舞的时间不是很长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 也是家长 对 就家长还是希望你好好学习 除了像什么 写字啊 写毛笔字那些 就是跳舞 这种事就 跟沾的不是很多 我真正开始跳舞 是毕业以后 你们都会拍什么舞蹈呢 是年会吗 年会的 拉丁舞 我们接下来啊 就把今天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 因为今天来到这儿了啊 我们都要认识一下 然后也希望他在场的时候 今天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跳舞 还是你可以用 对 我本来是想跳舞 但是我昨天排练都脚摆了 所以我想唱首歌 好啊 那我把二号男嘉宾请上来 我们认识之后 我们再来唱歌 好吗 好 那我们掌声有请一下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莫鹏 二十九岁 未婚湖南人 某医院新闻宣传工作 选择语录 成长路上 我始终勇往直前 不断突破 爱情路上 我们心手相连 共创美好未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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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老师好 这个今天你这造型 特别像参加这个综艺节目 然后我们请到了嘉宾团 平常我看这个生活中的照片 是比较随意的一个状态 但今天打上领结了 你不会告诉我 你日常生活中也打领结吧 没有没有 对啊 所以说这是特别设计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 嗯 就是毕竟上进嘛 就是我觉得 是不光是对自己 也是对台下 对女嘉宾那种尊重嘛 嗯 以前参加过像今内节目吗 没有 第一次 对还是她这打扮 太为了上节目而 那个装饰了 修饰了 但她的长的五官挺好的 没什么毛病状 我想先请你一起和我们来听一听 小黎今天准备的这个歌曲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问我唱什么歌的时候 我说我唱首金港之夜 他们都雷到了 这是有原因的 我很喜欢唱歌 然后其实就是流行歌曲什么 我都能唱 但我今天选择这首歌是因为 就我前天晚上 然后我闷到我爷爷 这首歌是我爷爷教我的 不同的感觉吧 两人选择歌感觉都不一样 他更委婉 婉转一些的一种 让我们的水瓶 好好睡觉 莫鹏说说唱得怎么样啊 唱得很好 你会唱歌吗 我会 唱得不是很好 我听说你之前可是当过兵啊 是 当了多少年啊 我当兵时间比较长 当了十多年 当兵可能还会可靠一点 为什么从眼上看不出来当兵的气质呢 这是当兵时候的照片 对 就是我当兵的时候 就是刚刚去的时候 就是新一年的时候 学生 对 跟你现在这感觉可真的是差别很大 这个是那个新兵三个月 新一年训练结束之后的第一张照片 这个给我们感觉就是初一学生去军训 对 因为现在他也不显得这个不会显年龄 就是说他29岁 我觉得说他可能20出头都有人信 肯定不是我的菜比不小 他跟我同岁 可以考虑考虑 菜吗 我不太喜欢清明的人 他一看就是南边的人 就很难hold住这样的人 你跟他在一块就觉得 我不行 我是典型的东北女 没有什么心机 咱俩一样 咱俩都没什么心 我已经这把年纪了 我不想再被人算计 多大年纪 不要在我面前入这把年纪 让我情何以堪 你想让我说心里话吗 我喜欢你原来那样 而且我还不太喜欢男的 穿特别紧的裤 可能因为在军队这么多年 突然一下子出来改变个形象 可能给别人一种 可能不太习惯 这十几年的这种军女生 他会有很多的梦想 尤其是对自己 人家年轻人嘛 看到电视里面 或者女士作品里面 很多人 比方说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 他们都会有那种 比方说比较显示自己 因应为注意的那种阶段 他们都在绿军中下 就度过了 那现在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 终于出来了 先生的这个造型 然后包括这种感觉 是你这个喜欢的类型吗 感觉其实还蛮有收获的 嗯 嗯 嗯 一个是认识了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啊 嗯 就那两个女嘉宾 虽然我们原来都是一个公司的 但是原来都从来没见过面 因为公司太大了 嗯 然后嗯 我们现在就聊的挺好的 回去应该会会会会就是继续联系 嗯 成为好闺女 嗯 对于两个男嘉宾分别是怎样一个影响 男嘉宾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给人的感觉 人体都挺好的 就是至少都是那种挺靠谱的男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也挺好的 找的人都比较靠谱 那你对于谁的印象更好一点呢 嗯 两人都挺好的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 因为一号马上升高更高一些 嗯 你看我自己就比较娇小 我希望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男士 所以可能还是我对一号印象就更好一些 嗯 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观众说的吗 嗯 想对观 嗯 嗯 就是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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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一下我自己 其实我原来一直是那种 就不属于特别内向的 也不是特别外向 就是可能会更好 把自己包着的那种女孩 然后今天来录节目的感觉 其实也是鼓了很 鼓足了很大的勇气 然后之前有很多各种各样这样那样的顾虑哈 然后我现在录完之后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单身不可耻 然后 然后追求爱情也没有错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啊有 还有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平台真的是挺真实的 然后没有半年做秀或者是那种 就不真实的成方哈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的姐妹们或者是说电视前所有的那个单身的朋友们啊有机会的话其实真的可以上来试一试 不管怎么样就把自己打开然后就是也希望大家收获收获美好的爱情吧 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汶川大地震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对 当时因为我是随同我们的医疗队去汶川 啊 执行这么一个任务 我们当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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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到这就有点哽咽 是因为病息时间长了嘛 而且自己在部队经历很多很多 真的长得挺好的 因为他是17岁入伍的 那个时候恰好就是人的一种价值观 人生观塑造的一个关键时期 所以他整个的人生的一个价值观 可能是和军队的一些特质 是有紧密的联系的 他能当12年兵 一定是表现得非常好 如果不能好 屡次都可能会被退伍 尤其是你想他这个 这个12年我们这一轮呢 从17岁到儿立之年了 29岁儿立之年 我觉得这一个人付出的也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他每张照片都特别坚毅 每张照片他都是就在一种工作状态 一种紧张的一种投入的状态中 所以我坚信他要是能够赢得爱情 他一样会投入 我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打扮成这样 为什么呀 因为追求那种成功的那种心态 他比较强烈 其实很多人对军人的印象都会很好 那我今天要连线一下我们这个观察室的女嘉宾了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是三号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对军人的看法 我觉得军人应该都是比较正直比较负责任 然后责任心很强的一个人 然后对小莫的看法 打个印象分 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第一印象的时候 我能看得出来男嘉宾为了来参加节目 确实是刻意雕筑过的 但是我更喜欢军队生活中照片上的男嘉宾 咱俩感觉一样 对 印象分 从男嘉宾说话谈吐上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 85分吧 85分 听完了这个分数小莫 有一点沉默 是 有一点点失望 二号男嘉宾肯定会很相信的 你说我为了参加这节目 特意导致了一下 结果你们还不认可 大家都知道 因为军人吧 他主要就是没有 时间上没有保证 对对对 其实都可能有任务就要出发 我们在部队 好多人就找什么 找教师找老师 因为老师有假期 好多就是找老师 他时间上可能会好一些 每个月有 每年有这个寒假和暑假 跟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会多一些 可能就好多女孩 可能就觉得 就是挺有安全 但就是时间上没有保证 可能好多女孩 就可能就有点接受无聊 我有个相亲的 就是湖南的 也是军人 巴一体操肚的教练 你怎么没选择呀 那个 当时我有个亲戚 我老去那照顾那亲戚 他老约我就老聚 约我就老聚 他觉得我没看上他 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对工作 是一个极其负责 而且极其认真的一个人 就全力宜过 看照片就看出来了 对 不然我也不可能在部队 待这么多年 不然我早就已经退伍了 对 所以说也是因为 时间上的问题 可能太关注自己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主要还是写文章 写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我在各个媒体发表很多文章 发表的都是什么内容呢 主要是跟单位的发展建设有关的吧 把我自己的一些成长呀 心路历程也有 在你们那年纪记住 该抓住立刻就抓住 我跟你讲 别想太多 想太多就错过 莫鹏啊 真的是会有一段 比较艰难的 这个突破的路要走 现在很多女孩子 都依然是坚守着 一个单纯的状态 但是生活就是现实的 那这种现实 可能他就对这个男人的 一种提供的物质的一种状态 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的 或者对成功的定义 和咱们在部队里边 通常的一种成功 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 那样的一种成功的定义 还是有差异性的 所以到时候会不会 给你挫败感 因为你看他的选择 一路上还是那样的一种 战斗性的 战斗性的 很浪漫 成长路上 我始终勇往直前 不断突破 爱情路上 我们新手相连 共创美好未来 事业一帆风顺是一个方面 爱情还有一帆风顺 刚才三号女嘉宾 给打了个分 我们把三号女嘉宾请上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来 掌声有请 Hello 大家好 我叫张乔宜 我在CIPM China Library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我平常比较宅 喜欢看一些贤书 很高兴来到这里 小语 你好 小语 你好 你这个头发弄得 这个够澎湃的 高分风吹的 平常就喜欢中芬是吗 是 这个头发留了多少年了 七年 不舍得剪 估计一直喜欢这个长发 主要是比较容易打厉害 我估计二号男嘉宾 也有点失望 比较胖胖女生 而且都是胖脸 这个猫是自己的吗 说要到那边随机取紧了 刚好看到这只肥猫 我就把它捉过来 啊 风景你还能出来 我一走它就跑了 没有啊 我一向跟小动物 小动物很有心可力的 有鸢是吧 对对对 我一知道它们就会过来 它说它很喜欢狗狗 28岁也是IBM的软件工程师 跟刚才我们那个小黎 工作情况是一样的吗 呃 我们不是一个部门 但是我们工作性质应该差不多的 都是做技术的 对 认识它吗 嗯 不认识 也不认识 我刚刚认识 你过的不是美国时间吧 基本上也是这样 研发其实都在美国 然后基本上也都是晚上 跟到那个时差 跟美国开会 通过电话会议 可能IBM有那个传统 IBM结婚都很晚 女的都是三十多 男的都笨四十去了 今天来的三个女孩 都是IBM的 对 就是在这个公司 我知道收入 它算外企 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是同工同酬的 但是就IT界来说 其实不是最好的 但只能算是中等 呃 应该我了解 是过万的 对吗 对 小莫 这个女孩子收入过万 你现在的这个工资状况 怎么样呢 我现在八九千吧 应该差不多 嗯 那可能要是女孩 稍微高那么一点 一两千 嗯 然后是高一两千吗 还是高很多呢 嗯 两千吧 高一千 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嗯 压力不会太大 还好吧 嗯 我听说你现在 已经买房了什么 嗯 是 在通收 啊 就是退伍之前 就已经开始其实安排 记忆化了是吧 对 去年不是一二年 前年吧一二年 因为当时我自己就觉得 我因为打算不想回老家嘛 嗯 就想在北京发展 就我就去 因为我这个房价 我看肯定会越来越涨的 有想法 所以说我就 我别人不能等 结婚的路上最大的 最大的障碍和困难 不是你两个人 而是来自两个家庭的 他刚才说了好多 就是关于军队上的那些生活 但是我就想说他个人 他是一个特别棒的人 嗯 其实本人他是特别纯真 然后特别善良 特别乐于助人 就包括我们可能在北京 然后和我们的邻居 都受过他的好多帮助 而且他还凭自己的努力 就是在北京 所以就是这么昂贵的城市 买了自己的房子 而且还在部队当中 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 就是完成了本科的学业 因为说实话 可能今天的 就是在场的这些嘉宾 就是说学历都比较高 但是说实话 他因为他的平台不一样 他是因为当时家庭 就是有出了点事情 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学业 而去参军 但是他依然 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实力 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其实这更难能可贵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比 在那种正常的情况下 取得的成绩 是更加值得 就是人佩服和尊重的 所以我这表哥 还有很多有点 就是说 那个家里边 现在布置的特别温馨 特别齐全 而且就是做饭 洗衣 收拾家务什么的 全都样样在行 办公室我们也去过 就是说那个报纸什么的 他的资料 全都收拾 是最整齐的一个 我觉得哪个女孩 真的找了她 会特别的幸福 做新闻 做宣传的吗 因为你也不大 28岁 我估计你参加 这个IBM自己的 这个俱乐部 也是刚刚有的念头 是吗 因为我是 12年刚毕业嘛 上学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么 强烈的意识 怎么毕业了 工作了 身边的同事 都结婚了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就会想 自己也应该 为自己的人生 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然后就是觉得 青春不能再这样 一天一天的下去 就是这样 你也是硕士毕业吧 对 因为说12年毕业 对 上学期间也没谈过恋爱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今天女嘉宾好像 都不是本人特别着急的那种 我去讲科技的时候 然后他们那个地区的那个负责人 然后就跟我聊天 说她是个闺女 我说一个闺女好啊 上 她说我上什么 上学呢上班 她上大学 大三 我说有男朋友吗 不着急 我说为什么不着急啊 现在大学不着急 等她考到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再找 然后我说研究生的时候 那好男孩 不多人给定走了呀 那不着急 等到她上班的时候再找 我说那等她上班的时候 您觉得还找得着吗 您看看现在的相亲节目 给她就分析了一大通 然后她说 不行 今年下班学习 我闺女任务 主要就是交你的朋友 哎 马老师 我采访一下你 女儿现在不上大学呢吗 对 您怎么想的呀 我是这样来跟孩子谈的 有何事呢 我们就谈 但是不要为了谈恋爱 而谈恋爱 首先呢 要有一些条件 比如说一号女士 所谈到的那个门当户对 我们也是要跟孩子 传递信息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个人的性格 人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哎 这是 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是交给孩子的 然后如果你把关 把不住的话 你可以跟他聊天 聊来之后呢 我们协助你来分析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因为这不刚开学 时间很短 已经有人谈过四五段了 哦 就太着急了 太着急 好像跟谁都可以谈 诗上的最后受伤的 往往是女孩子 就他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现在就是两头 因为你对对方评价 不够客观 对 但就很多就是两头 要么就是急着谈恋爱 大学谈了好多场 红红脸脸的恋爱 要么就是不着急 一段也没谈 一学前没结束 谈了四段了 嗯 所以我看一下 小雨的这个选择宇录 写的是 爱不在花钱月下 而是在柴米油盐 这个真不像 你这个年龄写的 我觉得他这个宇录 跟他刚才表达的 好像不是一样啊 他表达的是那种 需要那种比较纯净的 感觉和爱情的 而他所语录 好像是更倾向于 现实的婚姻的状态的 因为我觉得爱的产生 是在两个人 共同生活中 平平安安的 过日子中才产生的 有的是恋爱 有的是择偶 所以说我们说恋爱 是高级的人际关系 非常难 所以我们为什么 让孩子们 及早地去练习啊 一点你都没练过 然后等到时候 你都不知道 怎么去识别 实际上他呢 我觉得也对 他表达的是 我准备择偶 我准备走入婚姻 而可能是 他的父辈的 婚姻生活告诉他 婚姻可能就是柴米油盐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那谁告诉你的 自己误的 我只是觉得 青春是最昂贵的 最无价的 但没有遇到 合适的人之前 我宁可单身 也不会为了谈恋爱 谈恋爱 那我觉得 爱情的产生 就是在正常的生活中 两个人相为相依 一种产生的 它可以 细微到非常小的事情 比方说 生活中 谁去买东西啊 这样 我觉得这都是 一种爱的体现 并不是说两个人 就要怎样轰轰烈烈 看场电影 怎样怎样 我觉得那不是 因为谈恋爱和结婚 婚姻我觉得毕竟还有区别的 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然后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一块的一个事情 所以不会说只是简单 只要两个人 你情我愿 心情相应 就可以的 他们可能不像你这么想 那可能很多人谈恋爱 找这么一些漂亮的女孩子 他们真的想花钱越想 好 他们真想每天去一起逛个街啊 吃个饭啊 是吧 可能去旅行啊 不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相为相依 在生活中互相扶持 相为相依 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呢 就是 两两相望 这个心灵的默契 相濡以沫 就他怎么表达 相濡以沫是一个概念 他怎么表达 比如马建老师说 送过梅维花 他太太能够直接感受到 我们家先生这个 带我去看场电影 我直接能感受 你的这个相濡以沫怎么表达 柴米油盐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啊 他不可能天天回家 给你淋两瓶酱油回来呀 但是他可以做饭了 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对 你看你说出标准来 第一个得有一个 就他能够居家 愿意去做参与家务劳动 我生命的时候他会照顾我 第二个标准又出来了 他得懂得体贴人 姑娘咱这样去说话 您说的全都是你们编程的那些语言 太抽象了 这相濡以沫至少有两条 这还比较花签约下 我觉得 一个就是居家型的 愿意参加家务劳动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懂得关注你 体贴你 但你不舒服的时候 能及时发现 并且来去照顾你 对不对 对 其实还可以有更细微的事情 比方说交水费电费 这些都是爱的体现 我一直希望就是这种下班之后一起回家做饭 然后吃饭 然后出来 然后晚上散步 或周末一家人出游开车出去玩 之类这种 我也是很想要 一样要就要这样的生活 对我来讲 我觉得爱情的话 就像女孩必须说的这个财源流言 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 其实咱在一起就是过日子嘛 通过爹地的爱情可能就是很短暂的 因为爱是需要表达的 真的不是你说的那种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我跟你说 为啥 因为现在你们这一代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居多 独生子女居多的时候呢 他接受爱的能力 是比受爱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因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都爱自己一个人 所以他感受爱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他表达爱的能力都是比较弱的 为什么 因为爷爷奶奶隔背爱 不需要你给我回馈 爸爸妈妈也经常 尤其中国父母经常说一句话就是 你只要把学习学好了 你甭给我什么 我生日记不记得住 无所谓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教育模式下 我通常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感受爱 而不是说希望像你说的 你刚才说的是一种 付出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 但是在你这个年龄段 能够找这样的 那真的是要得多好的运气啊 一个28岁一个29岁 然后说摘米油盐 之间来寻找爱情 其实不需要说我爱你 只要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说我都在就可以了 我倒也觉得能够理解他 他一定要把那种情感 有一个载体去承载 对 比如说他的具体行动 那我下班回家了 他已经把饭做得了 或者今天我不舒服 他陪我去医院了 我父母那边有什么事情 他一马当心他冲过去了 他是有一个载体的 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 来感受对方的爱 不会是单单的 只柴米油盐 就是生活毫无情绪的 只是应付每天上班下班 应该两个人在一块 毕竟年轻人嘛 肯定周末还有假期 肯定还会有花前夜下的时候 应该都会有 看你怎么去对待生活了吧 那我问一下小宇 就是是不是看到自己的爸妈妈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无论贫富贵贱 都一直相依相伴 不曾分离 两个人都相濡隐漠 互相扶持 够能分享快乐和烦恼 我觉得他应该是 自己有自己的爱情观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年轻 年轻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说 一定要在柴米油盐之间 去体现爱 但是说来说去 都似乎是 我想找一个男人 他怎么对待我 我特别想知道 有这么一个男人 你怎么对待他 应该会一直陪伴着他 应该不会主动要离开他 会跟他组成一个家 为他生日育女 照顾他的父母 接下来困难的时候 和在他成功的时候 都不离开他 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 我为什么觉得 你说的话的时候 有点难过 对 我觉得你好像 因为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你要哭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母亲 因为我的父亲就这样 付出的 他一直是我 模仿的典范 他还好 我觉得小女生还是挺 挺会 一般很多男生 会喜欢这样子的吧 但未必所有男生 都会娶这样的女生回家 在一起生活是本能 像您说的那个 我喜欢那个人 我跟他在一起 我给他生孩子 您看 这是本能 但是呢 我们怎么来表达出这个来 那么俩人在 能够走到一起去 才能生孩子 前面这个过程 是需要学习的 我相信小宇 她是那种 心中充满了爱的 对美好生活有需要 但是这种爱 一定要有一个形式 去表达出来 因为小宇的这个生活经历 真很单纯 一路学习 然后工作 之前有没有对哪个男孩子 就是有这个好感或喜欢过 当时因为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被人追求的时候 觉得挺 她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她追求你了 做实验的时候 会帮助我拿一些器材之类的 那你后来 这个只是帮忙啊 你怎么知道她喜欢你 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 就经常坐在旁边 对 然后呢 后来就说 觉得性格挺好 觉得有这个意象 她跟你说的什么话 让你觉得她有意思 其实她开始坐在我旁边的时候 意图已经很明显 对 但是你会感觉到不一样吗 会觉得有点忐忑 就是觉得未来是未知的 然后不确定是否真的 要让自己的青春 去经历这样的事情 好理性哦 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青春是最昂贵的 它是属于我自己的 人有的时候会觉得 喜欢的是一种类型 但是实际你要找的 会是另一种类型 那为什么后来分了 不合适了呢 但是后来 在相处一段时间 时间之后 发现人生空观和价值观的取向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找人 我是要生活一辈子的 我必须要谈得来 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分斗目标 我不想用负面的语言来说它 我只说我自己 我希望人生一直是积极向上的 我希望我的人生 每天在追求 而不是按照于现状的 即便是我每天做着相同的工作 我希望它每天是变化的 我觉得它应该跟一号有点像 选择舞台就像你的一个开始 从今天开始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对吧 我张晓宇要恋爱了 是吧 我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呢 我呢 会对别人都特别好 特别忠诚 特别优点 特别善良 有孝敬老人 然后有喜欢我的人 然后呢 就来打电话给我 或者说告诉编导 是吧 然后你要表达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对 现在你光告诉我们怎么相处 我们特别希望 比方说我喜欢一米七的 一米八的 我喜欢胖的瘦的 我有什么要求 我们特别希望你说出来 孝敬 孝顺父母 人偏好 可靠 个子呢 长相呢 个子 不接受比我矮的 长相 大众化就好 主要看这个人的人品和担当 有责任心 对 然后性格合得来 懂得互相尊重 对 然后有默契 我们要知道 梨子的滋味 我们得尝一尝 我们要想知道恋爱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去恋爱 好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 说句心里话 不一定啊 一次恋爱就能成功 还得多恋几次 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小女孩 好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 大胆地去恋爱吧 人呢总是有底线 但底线如果定得太高的时候 就排除了非常多的人 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距离 但是之内不同的人 不同的对象 我们这个距离的远近 是要自己把握的 如果说他本身应该进入你的亲密距离 你却把他放在了社交范围之内 这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爱的人 他永远只能是成为一个社交场合的擦肩而过的一个朋友 因为我以前没参加过这个节目 今天是第一次 我现在突然间有一种感受 为什么很多中老年的大哥大姐 反而去容易把爱说出来 是因为在他们第一次去经历婚姻的时候 恰恰忽略了爱的重要性 恰恰忽略了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我 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些问题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要不然有一个很虚无的想法定位 要不然就是没有考虑过 所以才导致了曾经年轻 但是真的是一江春水 什么也没留下 难道真的要用那么昂贵的青春去来 换取经验吗 我觉得真的可能太惨痛了 因为如果我们来的我们选择相亲的这些大哥大姐叔叔阿姨 他们哪个也不愿意说我愿意获得真爱是在我60岁70岁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 他们都愿意是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 但是就是因为很多的问题他们没有思考过 所以我真的觉得恋爱要趁早啊 今天刚才我们说了有个特殊的原因 二号女嘉宾呢 今天晚上有一个彩排 她已经提前去回公司进行彩排了 所以这样我们今天不做最终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大家之后相互对谁有好感 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马上去跟对方说 现在节目也录制结束了 你们两位呢都看到了三位女嘉宾 那个一号男嘉宾 你对于哪位女士觉得好感比较大多一点 我觉得 二号吧 哎我记得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一号感觉更好 可是刚才我在这时候听那个一号唱完军港之夜 我觉得感觉 二号 他唱他那段唱军港之夜那段感觉到挺还是很很有感觉 突然让我觉得还是挺对他感觉更好的 哦 所以你希望跟二号我的交流是吧 哦 是 嗯 乔默呢 嗯 我也是觉得二号 哦 你们都希望跟二号你们交流是吧 是 哦 你那三位女嘉宾中 你对二号的感觉是什么 嗯 感觉他挺 挺体贴的 挺温柔的 嗯 而且挺 嗯 也比较稳重 那么也就是说你们两位男嘉宾 其实对同一个女生产生了 不错的感觉是吧 嗯 可以跟您交流一下 嗯 那么我们会尽气安排呢 就是你们 都会呢要看看他个人一边 嗯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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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